如果说像刚刚马上就有那个在座有那个同学 马上反应很快 就是说如果不这样做 这个可能要往前往前推一下 如果我不这样做逻辑判断的话 其实可以怎么做 一可以把start起始值改成三 后面的话呢 把它怎么样 逗典改成什么 改成三 也就是第一个三嘛 再三个就六嘛 再三个就九 一直到九十九 就 再来就过了 就停下来 结果一不一样 刚刚是一六八三 现在的话执行 也是一六八三 有没有 那相对的 程式就小写一行 OK 那有更 不错 蛮好的 所以我说 程式没有表演答案 有时候我直觉想 我可能就会想刚刚那个方法 直觉的 但是有的时候 对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习惯问题吧 第一个会觉得 干脆就用逻辑判断 判断一下就好了 不会特别会去想 原来还有step 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 真的没有标准答案 每个人想的也许不一样 也许你们有时候想出来的 可能还比我写得更好 这个我完全 这个支持 你们怎么写都没有关系 反正 我觉得这没有标准答案 程式语言 就是 反正还是要顺着你的 所以我说 一定要写得很自然 真的不要很照做 不要刻意去背 刻意去 去一定要怎么样 才是最好的写法 我觉得反而是 自己习惯的写法 是最好的写法 很自然的 你就会 就像你说话一样 你说话会很照做 一定要 一定要 我下一句要怎么讲 没有吧 我写很自然的 我就把它讲出来了 每个人的讲法也不一样 但听得懂 听得懂 对不对 有没有听不懂 没有听不懂 这个程式语言也类似 你这样讲 他听得懂了 就OK了 你另外一种讲法 他也听得懂 没有说 你只能用那个方法 不能用这个方法 不行吧 没有老师说 你以后讲 一定要这样讲才可以 这样的话 不是很奇怪 又不是 古人用文言文 可能要很 很仔细 但也许我们现在 就是很自然的 在白话文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刚刚的一个 变化题 所以尽量多 给自己一些 多的练习 变化题 那这个变化题的话 我们在 第 这个后面的 我选得太快了 在前面的部分的话 来变化题 这一个 那写法的话 第一个 范围先给它 所以如果你的写法 那你第一个 你也可以 也许可以新增 一个module 按右键 new一个module OK 然后呢 里面的话 第一个我们可以想说 范围 那范围的话 照着打 for I in range OK 这个刚开始的话 这个可能慢慢习惯 那刚开始1 到点 到多少 到10嘛 停下来 所以11 OK 因为1 2345678910 然后范围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print出来的话 我要刚好 有11嘛 然后第一次的话 加0.1 不过刚刚有同学 是直接这边斗点 好像加0.1吧 可是stave它要整数的 它不能小数点 OK 不然他会跟你讲说 它没办 这个地方一定要整数 那我们 接下来怎么做呢 就print 特别说 print一定要写在里面 因为我只要执行一次 我就print一次 那一定要有1嘛 所以1加到多少 1加上0.1 那0.1的话呢 是每一次都要加 所以第一次加0.1的一倍 第二次加0.1的两倍 所以后面乘上什么 乘上I 有没有 那我们可以先 乘完之后 先乘除后加减 这个到底跟 乘式一模一 乘式也是这样 所以呢 一倍 所以第一个 0.1的一倍 1加上0.1就1.1 它两倍 变成0.2 这1.2 一是类推 所以结果就OK了 程式就写完了 不过 这边恐怕会有个问题 再把它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那你会发现呢 它会出现一个状况 1.7 居然多了一些怪怪的东西 也就是它 乘完之后呢 它多一些 很小的数字 结果它就放在后面 当然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两个方法 跟那个eSale很类似 eSale里面的话呢 不知道各位 有用过那个 假设这个东西 如果你把它 照eSale 因为我用eSale来讲 可能大家会比较 比较清楚 因为eSale 大家应该都会用 如果把这个数字呢 把它放到eSale里面去的话 那它的预设值 有没有 再贴一次 你会发现它 自动把它去掉 假设老 我自己加一下 OK OK 这样好了 那你会发现呢 如果说我今天 有几个方法 可以让它小数点去掉 第一种方法 你可以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 有一个叫Round函数 各位应该有用过吧 好像在数学里面有一个Round函数 Round函数 那如果你用Round 把这个数字给它 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它就变1.7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方法是真的把 这一个词怎么样 真的变1.7了 那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 你可以用什么 上面的格式 把它减少小数点 OK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的结果 跟这个结果一样吗 不一样哦 应该有概念吧 Round是真的试舍无路 就是那个 那个00002 那个不见了 那这一个的话呢 它实际上还帅 只是说我把它隐藏起来而已 所以一个是格式 这个是格式 这个是真的是 把它试舍无路掉 所以呢 同样的道理哦 在Python里面呢 应该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第一个 也许我可以吧 在这个外面哦 可以包一个Round函数 特别是两边居然是相同的 名称也一模一样 Round 把这个东西 后面逗点1 后刮虎 其实用法 跟那个什么 跟在这边一样 有没有 Round Round刮虎 把这个东西放进来 然后逗点1 有没有 一模一样的写法 那如果你用这个方法的话 把它去掉看一下 执行一下 OK 这个时候呢 1.7后面的东西就不会出现 不过Round 是真的帮你把它试舍无路掉 不见了 第二个方法是格式哦 格式的话呢 在Python里面 这个第一种方法 OK 应该可以懂嘛 Round包起来 那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 第二种方法 把它注解一下 换你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格式化 格式化也非常重要 这个地方 那格式化的话呢 怎么做呢 这边把它Tab一下 那我如果不用Round的 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要把它Format掉 变小数点的第二位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可以在 这个print的前面这边 跟他讲说 这个豆点1要拿掉 跟他讲说呢 我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的格式 所以格式的话呢 这边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双名号两个 然后里面的话呢 在大瓜胡 中间加个冒号 如果你要做Format的话 而且可以参考 如果这个怕记不起来的话 在那个我们讲义里面 Format这边有 那就写成这样就对了 也就是先给格式 后面加一个Format 把值丢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就小数点的第一位的话 就点EF 那大家顾名思义嘛 如果第二位的话就点2F 一起来推 这个前面这一串叙述 就是我要输出的格式 然后呢 点后面的话加一个Format Format出来了 不过他会多一些东西 把这删掉 然后呢 再把后面的词放在那个Format里面 那他就帮你怎么样 把这个词格式化之后再输出 格式化之后再输出 这个 这个 这个是Python的bug还是说 因为照我们来讲 我们学的数学是 你加0.7 不会突然跑出一个 后面有很多是0的2啊 对这个可以再找 不过我们主要 先不用去管那个 他里面的状况 我们先解决是 怎么样把小数字拿掉好了 至于说他里面产生的值 也许可以再查一下吧 OK 因为他里面等于是会 帮你再增加一个很细的 很小的一个值 放在后面 对 那这样之后我们就会担心 他算出来的数学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嗯 这理论上应该 这个问题应该是还好啦 我觉得 因为 只要他Python背后 当然他怎么去run 他有他的一个function 他有他的函事库 如果至于说 他为什么产生多那些东西的话 那要另外一个问题了 不过我们现在先解决 假设我们要把那个 那个词先让他去掉的话 那怎么做 OK 所以记得 我们可以让他取到小数点 第一个是真的把他四舍五路 用run的 第二个是说 我就给一个格式 跟他讲说 我只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后面不要让我显示出来 那我可以用format 所以这个结果的话 把它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个结果也会是 看到是没有小数点的状态 OK 那哪一个方法 比较好用 而且比较重要 我建议 各位这个format一定要熟悉 因为将来 在Python里面 很多地方都会需要用format 就有点像是什么 在Excel里面 你要做格式化一样的道理 Excel里面 它本身 这个是它内建功能 另外你也可以按右键 这边有个储存个格式 那其实它的format test 在哪里 就是这个 它里面的文字 就是这样子 有没有 0.0 其实就是它里面的 那个 就是格式化的语言 那 其实它有用format类的概念 只是说呢 它是 很自动的帮你产生 比较不需要 就像Python一样 你要下指令才能完成 但是其实逻辑上 我觉得都一样 只是说让你看起来 好像不一样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最后 假设我今天需要 把那个 刚刚 那个这个 变化体里面 做出来的话 那请各位试一下 两个方法 一个run的 不过run的 我好像没有写在 讲义里面 所以这个可能 自己再补一下好了 用 那为什么 特别讲format 因为format后面 会用到的 几率是蛮高的 因为会用format 真的可以 可以让你的程式 简化非常多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后面还有一题 再来的话呢 就要进入到 那个回圈里面的一个 算是小魔王了 为什么 因为 再来的话呢 我需要 请各位 帮我产生一个 九九成法表 那这个九九成法表 不是叫你组航 自己慢慢打上去的 而是 你必须用 回圈 把 这一个 九成法 产生出来 然后另外的话 这个回圈里面 会需要有两个回圈 第一个回圈 是 前面的 前面那个叫什么 被陈述 后面那个叫陈述 这个我不是特别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前面我记得 因为 好像网路上有人在讨论 因为突然考小朋友 结果小朋友回去问爸妈 就没有一个爸妈 答得出来的 因为他小孩子写错了 前面后来我记得了 原来 所以现在是我小朋友问 我就知道了 可以回答他 因为很多东西 连爸妈都不会的 所以我小朋友 有时候 那个课业拿给我看 说 爸爸这怎么做 这个我也不会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 九九成马表 待会我们要做练习 但是这一题 是真的相对困难 不过这一题 其实可以用format 就可以让它简单很多 OK 画面先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先把那个1.1到2.0的部分 先完成 然后配合那个format format是比较一般常用的 Run的其实也OK 至于说 你说 你会怀疑 Python的精确度 其实这个问题 我是比较不用担心 因为全世界 有这么多人用Python 对不对 连Google自己都用Python了 对 如果有问题的话 应该他们会去解决 所以 这个天塌下来 有个子高的顶住 我们个子没那么高 所以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怎么样把Python学好 然后呢真的可以应用 OK 所以 OK 试一下 然后 把那个99乘法表 想想看 我要的就是 前面的1 就是等于是它的列 横向的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然后后面那个 前面的被陈述是列 横向的 然后后面的陈述是 纵向的 OK 这样子 然后最后再把两个值给相乘起来 这个现在是有点困难 当然我们要想一个方法 不是叫你要土法链钢慢慢去写 而是说 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写 又简单又快速 可以把结果给做出来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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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